山东人小行在嘉兴打工 今年十月份因为一些难言之隐四处求医 他说见了两名医生 治疗方法有差别 费用上的差距也很大 先来说说第一位医生 十月份小行在网上搜到了一家嘉兴联情门诊部 和客服聊了没多久 就有人主动打电话询问病情 服务还很周到 然后小行就认识了第一位医生 对方姓李 小行说这位心理的医生告诉他 可能有些感染 还患有前列腺炎 小行手上有39张发票 显示了他先后经历了多种治疗方式 最开始是超生电脑治疗 540块钱一次 做了六次 他给我说吃药不管用 他不吸收必须用机器治疗 然后我就在这做了 就是在这做了有16天 然后还是不管用 历经机器治疗 口服药治疗 注射治疗 药膏治疗 钱花了将近一万 可小行感觉自己没有好转 我不可能一直在下治 因为这一个半月了 还不见好转 比以前还严重了 这时就要说说第二位医生了 小行办了支付保上的医疗健康保险 花了5块钱进行远程明医问诊 对方是山东省辽城市 冠县人民医院的任医生 小行把病例发过去 任医生表示只需要用药水清洗 再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费用不超过100块 按照对方的说法 小行发现病情好转了 小行现在就是想知道 两位医生的治疗方案 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嘉兴连勤门诊部的那位李医生 没有出面 中医部洋主任等三人 来和小行对接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常见病 而且也是个疑难病 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治好 不用说山东 你就在嘉兴 还别说浙江城 就在嘉兴 十个医生 有可能是十种的诊疗方式 哪个对哪个错 这个无法界定 他判断小伙子 用打这个吃药 还用医疗治疗吗 也不是你说 也不是我说 因为这样的 我们请专业人来评价 他是什么医生 就是网友专门诊 记者查了一下 山东省冠县人民医院 是一家二级甲等的公立医院 嘉兴连勤门诊部 是一家民营医院 记者还注意到 山东省冠县人民医院医生 在问诊时 说到以后疾病 找一个正儿八经的 人民医院皮肤科就诊 小兴认为 连勤门诊部 给他过度治疗了 把情况反映给了监管部门 嘉兴连勤门诊部方面之后表示 可以退小兴部分费用 小兴表示 要考虑考虑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